突年马上到了 在温州新年的第一道菜 花柴树 寓意吉祥新的一年柴园滚滚来 把西兰花切下来 再切成小朵 方便造型摆盘 菜斑对半切开 放入清水中 加入一勺面粉 两勺盐 抓拌均匀 有效去除西兰花里的虫卵和粘东西 红豆波切成小圈 在中间划上四刀 取出果肉 一个小铜钱就完成了 锅中水烧开 倒入食用油 加入盐 把西兰花胡萝卜 倒入锅中焯水 这样焯烫的西兰花 色泽脆绿更鲜艳 断生后捞出来过凉 把西兰花摆放出一棵树的造型 上面用红萝卜做的铜钱来点缀 这样一棵花材树 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 下来调好料汁 碗中加入半勺盐 过年炒菜炖菜 少不了这个鸡精适量 这个冬菇生抽味道更鲜美 一点白糖提鲜 一勺蚝油 适量香油提香 半勺玉米淀粉 加入清水搅拌均匀 油热转小火 放蒜末 炒出蒜香味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炒出香味 把汤汁煮粘稠 再淋入明油 增加菜肴的润滑度 把熬好的料汁浇在西朗花上面 好了 一道花材树就做好了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像这道菜一样 发福生财 适时顺心 福寿安堪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个赞吧 发福生财